我们在滑门步里面如何去做我们的这个spington 首先我会先为大家展示一次我们这个spington的领区的这样一个跳法 4,1,2,3,and,4,1 好,我们再去做这个spington的时候 首先先要保证我们上一步的这个重心和我的整个身体的重量 需要推动回我的右侧的主力腿和右侧身体 然后呢我的右边的身体和主力腿要保持一条直线垂直 为什么因为在任何的圈上面我们都要保持我的垂直中心线 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会有一个放重心放重量的动作 把我的身体的重量给到我的右腿的主力腿 然后呢通过我的右腿的主力腿去向地板施加重量 这个时候我的主力腿会感觉到收紧绷住的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呢用我的上半身手臂以及我的后背和肩胛骨的位置 先去做启动 向我的右后方进行带动旋转的这样一个位置 然后呢当我的上身启动去产生旋转了之后 我的主力腿和胯的这个位置要通过地板的运动力去凝转向后 结束到位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先后的顺序 上身先转下半身再转 保持垂直 放重心 上身先转 下半身再转 转过来之后我们要保持绝对的收紧与垂直的状态 再去进行下一步的